大家好,我是老陈 继续自由的代价 在美国,每次都要上保险 这是一个美国的法律 我出到美国,买保险 都是通过一个台湾的女士 在法拉森的办公室完成的 她一个月收我100到120 所以一年1200到1400的假期 有一次,我和我的朋友聊起了美国保险的事 她就问我,她说你是半保还是全保 我说我是半保 半保就是说,如果有车祸 保险公司只保对方的车,而不保你的车 你就是车撞坏了,保险公司也不保 全保就是如果有车祸 你的车子坏了,保险公司也保 而我车都是旧车 我500块钱的那个航天之心也不值得全保 所以我都是半保 她说你半保 一年要1200到1400 这个太贵了 我就跟她讲了我 是如何半保险的 她说你 也会讲英语 你就不要找华人 她说在美国很多老华人就是专门坑新华人 利用他们不说些情况,或者英语不好 来占你们这些新移民的钱 她就跟我介绍了 美国一家保险大公司叫改口 她说你就打这个电话去自己跟她聊 她就马上给你上保险了 你根本就不用到她的办公室 也不用等候 这倒是真的 我打电话过去 给她一聊 她就跟我搞定了 一年700块 半年350块 而她是半年一交 还不是像台湾保险公司要一年一交 也不用等候 我到台湾那位保险公司办公室 好多人在那里 好像要排队 这样我一下子一年就节约了500多块钱 自从加入了改口保险公司以后 我就一次用了十几年改口公司的保险 起先他们收费是700块 后来因为我没有什么车祸 他们就减到600多块 所以半年就是300多块 就一直交了十几年 每年如果我可以省500块 从台湾那个保险公司到改口 那么十几年下来 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500多块 十几年就将近要七千八千的 所以说我那时候 我那个朋友介绍我那个改口公司 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 而且也省了很多的时间 十几年里我从来没有去过改口公司的办公室 都是在电话里网上交钱 这个真的是叫做华人坑华人 但是他坑你也是因为你不懂英语 不懂行情吃了这个亏 所以华人坑华人 在美国华人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华人坑华人的例子 非常的多 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纽约 华人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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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 林坑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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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条款都是英语的 他也不懂 到后来他就感到自己上当了 但是他也签了字 也写了合同 你真的到法院 他也没法和这个车行去打官司 因为他都写了合同 他交的钱要远远高于 在华人报纸上讲的 他非常非常的后悔 也非常的愤恒 因为他英语也不懂 不了解这种车行的背景 他们就是利用你英语不懂 做生意不懂来坑你 他就这么合同一签 他这个付的钱就大大的增加 什么费什么费都出来了 他说你怎么没有跟我讲 他说这个合同上面都有写 你也没有问我 他说我没有问你 但是你这个报纸上说是怎么怎么 他说报纸上讲的是基本的费用 还有一些辅加的费用 而这些合同上都有 他后悔 他后悔木杰 但是他也只好 哑巴吃黄粮 有苦说不错 买了一辆超贵的林肯 乔车 在买房子的过程中也是这样 很多都是利用你英语不好 或者行情不说 我不是说美国人没有坑华人 也有坑华人 但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 好像华人 我们是老乡 老乡皆老乡 两眼睿汪汪 好像非常的亲切 因为我们都是老乡情同手作 这个在华人就叫做杀索 杀索就是杀俗人 因为所有人 或者所有人介绍的 或者是大家都是华人 好像有一种信任感 放松的紧贴性 他就利用这种信任感 放松紧贴性 他就坑你 这个就是华人坑华人 好了 感谢收看 明天见